他用肖像画的方式展现蒙古马的性格 他用线条变化描绘蒙古马的动势 四十年内蒙草原的画马情节 中国国画家孙海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组传神系列的作者就是画家孙海诚 几十年对蒙古马的这种理解 这么深入的理解 我觉得我能做到 所以我就开始尝试用人物小象画的形式 来给马做小象 他的画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生活 有内涵有灵气有美的东西 在以动物为题材的画作中 历代画家都喜欢以马入笔 史书中也有古有六处马为之尊的说法 在中国历代画家庆代画家 以近代画家徐悲鸿的马最负盛名 这是徐悲鸿创作于1941年的代表作《奔马图》 他以马的侧面形象入画 侧重于马的整体形态描摹 由于史楚民族危难之际 徐悲鸿笔下的马 在神俊和壮美的外部特征下 是其坚毅敏捷与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 以象征正在觉醒的民族精神 而孙海辰笔下的马 则以马的正面头像入画 不注重整体形象的描摹 而注重通过马的面部五官 来凸显其神态特征 这就要求笔者对马 有更加精确和深入的了解 才能遗传其神 孙海辰笔下的马 或孤傲或训良 或低眉侧目 或昂首之力 马的眼睛都会与观众深深对视 而不同的马匹 又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 我画的这套传神系列 它用的是西方的肖像画的绘画形式 但是整个绘画手段 它是中国传统画的绘画手段 用的是线描 写艺画 里面调动了一些水墨画的元素 它还是中国画 中国的协议画 这是唐代画家 韩甘的木马图 以宫中级王府名马为题材 马匹大多体型肥硕 态度安详 这是宋代画家 李公林的五马图 以西域贡马为题材 画面中 马匹的性情温顺平和 已表示他们已经被调教训服 这是元代画家赵孟府的御马图 以宫廷中的马观 为马喜悦为创作题材 马匹虽姿态各异 却神情放松 这些画家笔下的马 大多以马与人共同出现的形式 出现于画面 马匹大多为官马或家马 神态安然 已被驯服 而孙海诚笔下的马 则以蒙古马为题材 透过画面 我们见到的是 马匹与生俱来的原始野心 但是我不能把它画的那样 我心目里的蒙古马 那应该是 还要再舒展一点 还要再稍微秀长一点 还要更美一点 这是我 这是我理想中的蒙古马 用马来代替人的感情 用马来代替人的思想 用马来代替我们社会的这种景象 蒙古马是中国乃至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 主要产于内蒙古草原 是典型的草原马种 蒙古马体格不大 但身躯粗壮 背毛浓密 极健发达 长久以来 它不仅是内蒙古墓区的重要交通工具 同时 经过调讯的蒙古马 在战场上勇猛无比 是一种良好的军马 蒙古族素有马背民族之称 蒙古人熟食马性 通常采用粗放式木马 将马群放归大自然 因此蒙古马一直处于半野生的生存状态 它虽然没英国纯种马的高贵气质 也无俄罗斯卡巴金马修长俊美的身条 但是它却具有马的原始野性与雄汉特质 为了突出蒙古马的性格特征 以及蒙古马在当地人心中的位置 孙海臣以肖像化的形式为蒙古马传神写照 标像化起源于欧洲 过去主要是给那些个宫廷大观贵人们上乘贵族 因为是当时没有照相术 所以用油画来做肖像 后来发展的就是画家把它作为一个画种 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 内心世界 这是意大利绘画大师达芬奇 他的肖像化蒙娜丽莎是肖像化中的巨作 肖像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柏画 会有墓主人的肖像 以具有明显的肖像化特征 欧洲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肖像化的画法 然而古今中外肖像化都只是以人为题材 很少有画家将它用于动物画的创作 而画家孙海辰却采用半身头像的肖像画法进行构图 对马进行创作 我就想不能老是停了在表面的表层的这种表象的描绘上 想在更深层次的东西发掘一点 发掘出来的东西了 那就是我想最后就是传神 这幅画作是孙海辰的传神系列之一 王者 王者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者在草原木马时 对马群中投马的印象 投马就是马群的公马 也就相当于这个狮群里的那个凶狮 我第一次看到投马的时候 我都震惊了 在草原上 投马长宗拖地 头颅高昂 作画史 孙海辰以马的眼部和口唇部作为着力刻画之处 蒙古马眼角上扬 瞳孔流出一点高光 眼珠下部留白 这一切都亦在表现王者威严的眼神 在马的口唇部 孙海辰采用了淡墨小笔触的技法 以体现他的柔软质感 而这小笔触点染的柔软质感 又与大笔塑造的结实额部 形成强烈的对比关系 精心地描绘他的这种眼神 很有威慑力的 很有威望的 这种眼神 然后其他地方 所有的地方都是用方笔 有能有角的 像其他的画 我可以用这个圆笔 像这个地方一定要方笔 表现他的性格 表现他的这个 这个岁月给他留下的这种苍伤 他的这种无缘的气度 虽然借鉴了西方绘画中 半身头像的肖像画形式 但是在技法上 孙海辰却坚持使用 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方法 村擦法起源于中国山水画法 现代人物画中 大量借用这种绘画技法 将村擦画法的可重复性特征 加以发挥 用以增加画面的厚重感和质感 孙海辰将这种技法 应用到对码头的创作中 墨色层层村擦 带着言语所无法表达的厚重感 与力度 在这幅传神系列之慈母中 蒙古马外蜒脚下压 目光与观众平视 鬃毛平缓地拼于肩上 他不再是高傲的王者 而是安详的母亲 孙海辰以献描的技法 精心刻画出慈母鼻唇部的皱纹 以显示这匹马一生的操劳与艰辛 在画面整体形式上 浓墨淡墨和白粉的运用 使画面色调简洁对比鲜明 画虽然画的是一匹马 但是它是一种更广义上的 一个母亲的形象 所以它已经不是马了 也把它拟成画 这是画作传神系列之野性 这是传神系列之王子 孙海辰之所以把蒙古马拟人画 当作有思想 有性格的人来表现 与他在内蒙古 与马朝夕相处的生活经历 是分不开的 他笔下的马 不是临摹大师 而是从写生中走出来 太深了 以至于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离开草原 去上学 后来又工作 那么长时间 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 我经常做梦梦的 我那几匹马 科尔沁草原 是中国四大草原之一 地处内蒙古东部 1949年 孙海辰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村镇 自幼放马牧羊 与马为伴 六岁时 孙海辰开始模仿学画 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从内蒙古师范学院 艺术系美术专业 分去一个毕业生 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叫刘宝平 他现在是我们国家的 著名画家 现在在北京 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他就办美术培训班 把我召进去 我是他的第一个学生 15岁时 孙海辰在美术老师的带领下 到离家几百里外的 内蒙古通辽室 去参加美术专业考试 我的老师领着我 就直接去了 当时叫通辽室 到那里去考试 考了两天 又把我送回来 整个路费什么的 都是我的老师出的 1965年 孙海辰考入了内蒙古师范学院 美术专业 然而 1968年1月 正在读大三的孙海辰 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突然向上级申请 要求下乡 自愿放弃大学生的资历 去草原当牧民 第一次 孙海辰的申请被退了回来 而孙海辰再次以血书形式 写了申请 最终上级破例 批准了他的请求 大学生申请下乡被批准 这在当时的全国属于首例 就这样 还未毕业的孙海辰 来到了内蒙古西林郭勒的 蒙苏尼特草原 插队落户 成了一名知青 放牧 放羊 放马 也当过民兵 在边境少所也吃过禽 在草原插队时 孙海辰又开始了 与马为伴的日子 这时 经他喂养的马有六匹 而他最喜爱的是一匹 仅有六岁的小马 嘎特 在一次严冬的暴风雪中 当深陷草原深处的孙海辰迷路 以为自己会被暴风雪吞噬时 是这匹嘎特将他驮回了毡房 从此 马开始在孙海辰的心目中 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四年的知青生活 孙海辰稍有空闲 就会对着马写声练笔 这时 他对马的解剖结构 乃至性情脾性 都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这幅画作 名叫天骄之后 孙海辰采用工笔的技法 描绘了蒙古骑手奋力套马的一幕 被套的头马前腿高扬 奋力发出丝鸣 而骑手的马四腿用力支撑地面 骑手手握套马杆 鞋握马背 与地面平行 从而和套马杆形成一条利的直线 它和地面已经平行了 这个角度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当时那个印象太深了 虽然我没有画起来 但是我记住了 是隔多少年以后 几十年了 我突然又想起这个镜头 后来我就通过我的记忆 把它又画了 1972年 允许复学的孙海辰 再一次考回了内蒙古师范学院 毕业之后 孙海辰成了一名美术老师 刚刚毕业时的孙海辰 马并不是他画作的唯一题材 这一时期 草原 人物 动物 都成为他画作的创作对象 而他笔下的马 总是最受人欢迎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到八十年代末 守内蒙古出版社之邀 孙海辰主要从事 与马有关的连环画创作 素描的手段 塑造了坚实的结构 鲜明的黑白灰关系 以及虚实构图 线描的技法 既可以勾画静态的轮廓 又可以表现动态的韵律 提高了线条的形式美 连环画创作时期 这两种技法的反复推敲与使用 为后来孙海辰的中国画创作奠定了基础 基本连环画的创作 我现在回头想 对我今后的国画创作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充实作用 他的以马为主的画作 也开始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绘画题材一点点的 就像马这方面开始扯重 直到有一天 我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从草原上成长出来的画家 他的创作题材 基本上都是在描绘内幕古草原 但是把马作为主体来描绘的画家 还不是很多 这是1997年 孙海辰创作的中国工笔画 《墨上风》 这一时期 孙海辰采用半生半熟的宣纸进行作画 半生半熟的宣纸 遇水慢慢化开 既有墨运变化 又不过分渗透 村擦点染都已掌握 可以表现丰富的笔情默契 在半生半熟的宣纸上 绘制中国画 是一种传统的绘画方法 这样表现一种蒙古马 蒙古人 面对大马风沙的一种 从容镇定的那种性格 整个画面 我这追求一种 装饰风格 这幅作品成功入选世界华人书画展 并于1997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墨上风》是孙海辰来到北京后的第一幅代表作品 1997年 来北京开会的孙海辰 萌生了到北京发展的念头 这一年 孙海辰已经48岁 来到北京的孙海辰 接触了美术界前沿的诸多思想与观念 这些都是在内蒙古时 孙海辰所无法了解到的 这让他打开了视野与创作思路 同时也让他感到了迷茫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受西方美术思潮影响 在中国美术界的前沿 绘画创作追求一种夸张变形的画风 面对变与不变 孙海辰对自己进行了全面分析 我就分析我 我画了几十年 我对蒙古马这么了解 我可以把它画得很准确 这个时候我再变的话 我也等于把我的优势就丢掉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考虑再三 我也不能变 以线作为表现语言是中国画的主要特点 以线立古是指利用线的长短 粗细 顿挫 轻重的一系列变化 去表现物像的神态 形体 质感 动识 这些造型因素的各个方面 这是中国画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 孙海辰在每一幅作品的创作中 一直在坚守着这一底线 使中国画中线条的形式美 得到最大的张扬和发挥 所以我今天的画风仍然是以写实为主 以传统的功力为主 揉扎着一些现代的观念和造型的手段 但是总体来讲 它的写实 这是1998年 孙海辰创作的中国工笔画 蒙古马 画面中 朦胧的光运笼罩着一匹白马 在构图上 孙海辰把这匹白马作为主体 画面有意不设一点颜色 只用黑色来渲染刻画 这种类似黑白版画的效果 是为了渲染一种神秘的 梦境氛围 在画面的下部 孙海辰刻画了一群黑马 意在和白马形成强烈的对比 黑马与黑色的背景连成一片 更加颤托出画面上方的白马 这张画主要就是表达了我对蒙古马的那种特殊的情感 画这幅画可以说已经成为我的一个心结 我一直在想着怎么把我心中的这蒙古马表现出来 升宣纸是没有经过反水加工的宣纸 特点是吸水性和渗水性强 遇水即化开 亦产生丰富的墨运变化 能收到水运墨章浑厚滑滋的艺术效果 多用于写意化的创作 来到北京两年之后 孙海辰一改以往的在半生半熟的宣纸上作画 开始直接在升宣纸上创作工笔画 这一时期 孙海辰采用升宣纸重新画了工笔画 墨上风 在画作日益成熟的同时 孙海辰也开始寻求进一步的突破 在反映草原题材的画家中 大多以草原风光和草原人物马匹 作为自己的录画内容 如何在这些相同的题材 与绘画方法上凸显自己 成为孙海辰主要思考的问题 突破一些东西 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东西 我挖掘马的更深层次的东西 船身 马是游牧民族的摇篮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 游牧文化逐渐被现代的经济样式代替 当马文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时 孙海辰以另外一种方式 把马文化记录了下来 但是除了我一个画家 我觉得我能用我手中的笔 把过去我了解的存在 能够留在纸上 留成在后人 我觉得这已经成为我的一个历史证 责任 他男扮女装 从星光大道到西米歌剧院 他是流行歌手 还是京剧男弹 演技还是扮相 何以引起亿万人的关注 明天同一时间 请收看人物栏目 演员礼遇